在新北市三峡发生的这起车祸意外事故 有辆新车要价18万的进口重机 在行进路口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 就这样撞上了左转的白色轿车 而当下重机骑士被撞飞 还直接撞上了对方的挡风玻璃 虽然只有身受轻伤 但是因为双方的车辆都有回损 而且这个重机骑士的重机其实是用租来的 也没有加买保险 所以算一算要是要维修到堪用的状况 恐怕至少要价9万多 清明连驾十字路口车来车往 只见白色轿车绿灯左转 但这时执行的红色重机却是完全没有减速 下一秒直接撞上白车 骑士当场喷飞到对方的挡风玻璃上 最后滚了一圈自己站了起来惊魂未定 只是更让他插泪蛋的不只是对方的爱车 挡风玻璃裂成蜘蛛网状 甚至挡车因为轻上轿车的板筋车壳破碎 车身出现刮痕 但这可不是自己的车 而是租来的重机该怎么赔偿 据了解被撞坏的重机 当车入门款新车要价18万元 当初19岁灵性骑士是在4号到新北市土城 一间重型机车行租车当下没有买任何保险的状况下 以一贴1000元租下 要到大西找朋友会和兜兜风 结果才骑到新北市三峡中正路一段与大同路口 却发生车祸 那他车前遭受到严重撞击后 车台有可能会有变形 再加上外壳的维修费用 基本上会落在8万到10万左右 这一撞真的不得了了 维修费可能逼近入车价的一半 只能庆幸的人当下只有轻微插伤 综艺后没有大碍 相信的车祸造势责任警方还要厘清 只是廉价车流量大 开车骑车上路恐怕还得多加小心 多一份耐心才能节省更多时间 跟后续麻烦 接着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